現在我要把332的這個手法放在一個小節四拍 每拍兩個八分音符的架構裡來做練習 我會搭配踩大鼓來做拍子 你也可以使用踩hi-hat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來算拍 一開始不建議使用節拍器 當你對這個節奏掌握得比較熟悉之後 再搭配節拍器會是比較建議的練法 各位可以先看到畫面的右上方 我的大鼓的beater 大鼓的鼓垂 一拍踩一下 1 2 3 4 1 2 3 4 第一個練習 請不要使用鼓棒 專心的念拍子就可以了 你念拍子的時間點會是 在1&2&3&4&一共八個時間點上面 但是在這時間點上面 你念的是332的每個音的編號 所以會是 1-2-3-1-2-3-1-2 再一次 1-2-3-1-2-3-1-2 連續的話 1-2-3-1-2-3-1-2 1-2-3-1-2-3-1-2 1-3-1-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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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3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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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2-3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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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